我去 我就挂了一会机 这是发生了啥 这是大型蛋贩子现场吗 然后好像还有几个捣乱的 但是确实给我整不会了 不敢动 然后他们就一个个上来抬着我 反正我是挺猛的 哈哈哈哈 但是看着好像好好玩的样子 这个小姐姐好像也挂机了 后面的兄弟也是给她提醒了一下 然后带着他们参加了我的婚礼现场 不过不要误会哈 我和圣妍都是男的 粉丝很乖都坐在椅子那里 接着他们开始在台下观看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头上一直冒着爱心 这不能假戏真做吧 最后一起把婚纱和戒指扔到远方 代表着长长久久 我也是真的爱死这群不会捣乱的粉丝了 对了 有没有兄弟陪我一起拍视频啊 我们可以合照 可以一起玩一起拍视频 还有没有关注龙白的兄弟就关注下吧 现在关注了以后就是清朝老粉啦 也可以下在左下角的弹仔派对正版官服 来和龙白一起玩 我又邀请了粉丝来一起合拍纪念一下 不过一排不太好战 最后我说一人手上抱着一个人拍 除了一个小弹仔没有小伙伴 看着呆萌呆萌的还说了句对不起 因为有一个还卡在前面的洋葱圈里没能来 不得不说作者真的好坏坏 最后这期视频也是到这里了 感谢兄弟们给我带来的惊喜 我会见你啊